陈总 您看我的升职申请 东东 你也知道 你这个学历 陈总 当时入职的时候 可没要求什么学历啊 您可以看一下 我为了和莫氏谈办准备的数据 行了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看到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你怎么回事 莫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还没开始谈呢 就发生这种事 没关系的 我们谈正事吧 莫总 请 陈总 你们这个方案的数据是上周的 国际市场顺其万变 你这样的市场分析 怕是 啊 莫总 我这 是新来的实习生 吉安 牧师那个项目 你带着他一起做 哦 知道了 哦 知道了 东东姐 我这儿有些不懂 是不是 陈总 这吉安新来的工资八千 零零后能力强 工资给高点怎么了 不是 这夏东东是他师傅 他来公司都三年了 工资才从四千涨到了六千 这不太合适吧 这吉安啊 是董事会那边塞进来的 而且他还是名校毕业 外面的公司都抢着要 我 要是不给高点 他跑了怎么办 夏东东他又是 一个二本生 老师芭蕉还背着房贷 他没胆子跑到 谁说我没胆子呢 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马上就走 陈总 要不给他涨点吧 涨他的工资 那手都从你工资里扣我 我告诉你 你的能力就值这点钱 不服这给我走人 我辞职 我辞职 陈总你看这 谈成了几个项目 真以为自己有几把刷子呢 我倒要看看 离开了公司 谁还敢收你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不好意思 我们不找人了 对对对 我叫夏东东 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诶 陈总 放心吧 你都打过招呼了 我们是不会用夏东东的 有兴趣了我们公司吗 大家注意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同事 端茶倒雪这种闲事 不是你该做的 我聘请你来 是做项目的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夏东东 今天不知道的 夏东东 你留下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希望 我可以给你这个发光的机会 谢谢牧总 我 准备的怎么样了 所有文件我都整理好了 不错 这次好我们竞争超饭集团的 是牧师 我们一定得做好准备 牧总 怎么自己来了 听说牧总最近 刚新聘请了一位项目人才 怎么 今天没来吗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夏东东 你来干嘛 想回公司 大可不必追我追到这儿来 你要是肯认错 我也可以给你个机会 不好意思啊 她是我这边的人 公司都到齐了 那我们开始吧 这批新款现在提多少吨 大概300吨左右 我不要左右 我要的是具体数字 具体 还有 现在这批新款的价格 是否上涨了呢 国外在抢这批货 市场这么紧缺 到时候价格一定会涨 你们集团 到底有多少量的存货 你们能确定吗 我看了一下 你们的库存是300吨 我们小批量过入的话 你们也有余货 购给国外 那新品呢 新品 我一直看起来 如果我今天就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